分享 万物皆由新生 苏氏与和尚佛印有一段经典的对话 一天,两人同游,苏东坡对佛印说 以大师慧眼看来,无奈何物 佛印说,平僧眼中,施主乃我佛如来今生 苏氏听后大笑,对佛印说,然以无关之 大师乃牛粪一堆 佛印不自觉吃了哑巴亏,但并不见怒涩 苏氏回家,却向苏小妹炫耀这件事 谁知苏小妹却一语道破天机 佛印心中有佛,所见万物皆是佛 你心中有粪,所见皆化为牛始 你明明是落了下城啊 看完不禁乱耳一笑 大才子苏氏竟也会跳进自己挖的坑里 老话说得好,万物皆由心生 心不动,万物皆不动 心不变,万物皆不变 我们往往被很多俗事紧紧纠缠 苦苦牵绊,久久不得解脱 其实,真正束缚住自己的是自己的心 心中有快乐,所见皆快乐 心中有烦恼,所见皆烦恼 人生中,很多人,很多事,其实并不值得我们去纠结 保持一颗好心态,一笑而过极为先 好的心态,是人生的一场修行 我们常说清水无忧,皆因随性 落叶无憾,皆因星空 人生就是一场新的修行 心不静,则意乱,意乱则神秘 放下心中执念,自会迎来夜来赏月,修来临风的良辰佳景 林清玄年轻时因失恋而痛苦不堪 寝食难安,整个人状态很差 禅师告诉他,人啊,需要修炼 林清玄问,如何修炼 禅师答,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 林清玄反问,难道吃饭睡觉也算修炼吗 禅师回道,同样是吃饭睡觉 凡人吃饭时左顾右盼,扎嘴扎舌 睡觉时思虑万千,颠倒日夜 修行之人,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别无他念 那要怎么才能做到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呢 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心 禅师说,心静了,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清宵 就没有什么可以迷惑我们的了 林清玄陡然开悟 人生难说,不是苦旅 但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其实无不是修行 我们不能只为花开,艳阳而欢天喜地 也不要樱花落,阴霾就哀哀欲绝 所谓修行,修的就是一颗心 一颗淡然处世,不卑不喜的心 唯有你的心平静了,才能做到有是心不乱,无是心不空 有人问得到高僧,有没有力量移动一座大山 高僧答曰,山不过来,我过去便是 有道是,物随心转,尽由心造 这世上没有披不开的柴,只有不快的福,也没有过不去的事,只有解不开的心结 天涯太远,一生太长 用一颗修行的心,过好红尘中的每一天 你要记得,即使生活送了你一颗大大的柠檬 你也要加点糖,把它变成一杯可口的柠檬水 你的心态,决定了你的人生 有人说,人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 再大的困难,也吓不到你 如果你的心态不好,再小的困难,也会成为你跨不过去的一条鸿沟 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命运 命运就会以相同的方式,回馈给你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兄弟俩长大了,各自怀揣父亲分发的一千元出去闯荡 春节回家,弟弟喜滋滋地拿出一张存折 他挣到了一万元 而哥哥的账户不足三十元 原来,弟弟东奔西跑,与人贩卖兔毛,找准了市场 而哥哥在帮别人打工,学习养殖技术 又一年春节,哥哥的存折不足五千元 而弟弟的数字是哥哥的七倍 父亲说,不管你们挣多挣少 在我看来都有很大的进步,我也放心了 三年后,哥哥凭借这几年在外学习的经验 自己回乡搞养殖,在当地颇有影响 而弟弟在市场奔波多年,时赚时赔,多次受挫 当哥哥邀请弟弟来自己公司做销售经理时 弟弟一口答应了 一次与父亲共进晚餐时,他们谈起这些年的经历 父亲说,看来,种田靠天,做买卖,要靠运气啊 哥哥摇摇头,其实,更重要的是心态 我一直依靠积累,而弟弟总想着爆发 积累久了,可能导致爆发 而爆发久了,却可能导致崩溃 诚然,人生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 任何人不可能一口气吃成个胖子 也不可能一天变成个瘦子 只有后肌才能爆发 只有量的聚变才能引起质的飞跃 而期间,你只需要以一颗淡然的心态 做好自己该做的,剩下的交给时间 著名导演卡梅隆年近三十时 仍旧一事无成,每天还在为温饱奔波 当他开始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态 并全情投入到去当一个导演时 他获得了人生第一次成功 而终结者成了他的代表作 人生就是这样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悲伤,还是快乐 都要用心地走下去 用观赏的心情去看待生活的一切馈赠 越圆即是诗,越缺即是话 正如英国诗人拜伦所说 悲观的人虽生有死 乐观的人永生不老 人这辈子,身不由己的事太多 只有拥有一个好心态 生活张弛有度 日子才会越过越舒心 调适心态 笑对人生 西方有句谚语 不烦恼 不生气 不用血压记 中国也有古语云 广煞千间 夜眠不过七尺 两天乱寝 每日不过三餐 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不同 有人哭 有人笑 有人落魄 也有人风光 而心态 对一个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保持最乐观的心态 人生才会有无尽的可能与希望 一勺盐倒入一杯水里 很咸 一勺盐倒进一壶水里 很淡 烦恼如盐 是咸是淡 主要取决于心量的大小 心宽 才能收获真诚 人生之路才会畅通无阻 二少些计较 生活大轻松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生活 是越计较 越痛苦 在意的多了 乐趣就少了 凡是看淡点 心就快乐多一点 只有懂得不去计较的人 才能享受到生活的自在从容 三不抱怨 你就赢了 抱怨好比口臭 当他从别人的嘴里吐露时 我们就会注意到 但从自己的口中发出时 我们却充耳不闻 活在世上 总会有看不惯的人 不顺心的是 若抱怨成瘾 人生很难快乐 正所谓 知命者不怨天 知己者不怨人 与其在抱怨中行走 不如在快乐中奔跑 不抱怨的人 看得见自己 也看得见天地 更看得见众生 四 心态好 一切都好 其实 每个人都是幸福的 只是 你的幸福 常常在别人眼里 人生最大的遗憾 往往不是错过最好的 而是看不到自己的富有 人活在世上 过的是心情 活的是心态 学会修剪生命里的质押 懂得宽容和放下 日子顺了 人生自然也就圆满了 余生 愿你有个好心态 毕竟事事沧桑 归来依旧 仙衣怒马少年郎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